大家好 前两天本想更新的 结果突然就感冒了 来的特别突然 也不知道为啥 但是来的快 去的也快 这么两三天 又好得差不多了 那么好歹咱不算太晚 上期咱们说了战国人生赢家 秦田立家 今天咱就说点不一样的 讲讲被全世界所熟知的一种 古老的日本职业 忍者 忍者是日本自镰仓时代起 就有的一种职业 他们大多从事间谍或暗杀活动 同时自身靠修行忍术 来强化自己的体能 精神技能 从而让他们在进行工作时 更加得心应手 甚至他们要遵学忍道 来要求自身的行为准则 可以理解为日本古代的超级间谍 忍者的形象非常深入人心 至今仍然活跃在各种漫画 动画 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当中 今天我们来抛开艺术创作 还原一下真实的人者是什么样的 所谓忍者便是隐忍者 人有隐忍之意 是通过隐藏和忍耐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 而这其中也有修行忍术之人的意思 据说忍者这个概念是起源于我国西周时期太公望旅上 就是江子牙 他将自己对于忍者和忍术的理解 写进了自己的兵法巨著六涛之中 后来此书传入日本 被日本人所喜爱和追捧 人们从中将忍者的理念不断融合发展 逐渐形成了日本本土化的东西 根据日本书记记载 日本圣德太子手下 就有一名叫做大半戏人的忍术大师 当时的忍者叫做忍 就是喜努比 也就是说忍者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飞鸟时代 而太平记中也有记载日本南北朝时期 有很多忍者活动 当时也将忍者称作忍 喜努比 战功时代 甲飞的五天信玄将自己养的忍者部队称作乱波 随着信玄的势力不断扩大 乱波的名称在关东地区盛行 关西地区则将忍者称作透波 而忍者这个名称的正式确立 应该是在江湖时代 我们今天用的比较多的忍者 其实就是汉字忍者的音译 而女忍者会被特别区分 叫做不挪一气 随着日本不断的爆发乱世 忍者这个职业不断得到各方势力的重视 世道越乱 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越多 忍者们根据自身的根基和忍术流派的不同 分散于各地 化封为不同的忍者集团 这些忍者集团经常受过于大明和各种金主 去完成间谍活动 甚至很多忍者集团就直接成为了大明的直属势力 比如投校德川家康的福布半葬和他率领的伊克祖 后北条家的风魔忍者也是其中之一 更是有很多大明直接培养自己的忍者军团 用来为自己撕探情报 搞暗杀 破坏敌方设施 比如上山千信的轩辕族 五天信玄的乱波 一达正宗的黑镜金族 但是不管这些忍者分散于何地 属于哪个势力 哪个大明 在他们忍者内部的世界里 大体都分为三个阶层 上忍 中忍 下忍 这上忍呢 也叫智能忍 他们是忍者的首领和决策层 负责策划和统筹 中忍呢 是前线指挥员 负责任务的实际指挥 而下忍是最基本的执行单位 他们处在任务的最前线 从这样来看呢 中忍应该是个人能力最高的 不仅要有指挥能力 而且个人的忍数和作战也不能落下 跟我们在活影忍者里看到的不大一样 活影里边上忍是最牛逼的 那么上忍呢 上边还有影 其实在现实中啊 卡卡西这种忍者最适合做中忍 对吧 那个有头脑也能打 而录完呢 应是做上忍的 当然上忍呢 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领导时间做长了 对吧 这个战斗力肯定会下降 那整个忍者阶层啊 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 因为在以武士为主导的日本社会中 他们的行事方式和准则 几乎于武士背道而驰 武士呢 讲究光明磊落 讲仁义忠勇 而忍者呢 恰恰是在暗处工作 而且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有的手段也是无所顾忌 什么暗杀呀 投毒啊 偷盗啊 散步流言 这些在武士看来啊 简直是如畜生一般 并且忍者呢 是谁出钱就受过于谁 武士是要讲忠义的 不能因为金钱而随便换主人 因此呢 忍者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 忍者的数量也并不多 你像家康手下的伊赫祖 这种官方忍者部队啊 也不过200人 地位又低 被人看不起 然后成天呢 还得出生若死的 想想就知道啊 去做忍者的人啊 不会很多 提起忍术啊 大伙可能又想起火影忍者 什么火盾 水盾 雷盾 土盾 木盾 眼花缭乱 威力无比 其实忍者文化之所以流行 也是因为很多艺术作品 把忍术描绘的过于魔幻和神奇 但实际上呢 真正的忍术啊 很显然没有那么神 如果真能召唤个大蛤蟆 出来还能会吐火 那要那么多武士上前线拼命干嘛 现实中的忍术啊 所涵盖的技能呢 确实非常广泛 毕竟是进行敌后间谍工作 九死一生啊 不仅要求修炼者加强体能和精神 还有学会各种特殊的技能 包括格斗技能 使用各种忍拒 观察和预测天气和天象 化妆易容 识别药槽 使用火器 如何长时间的隐蔽 如何让自己安全的逃跑等等等等 甚至还要熟知兵法 以用来在战场上的更好的汇集情报 因此要把忍术修炼到家 也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各地的忍者呢 根据自身的技能和常数 分成了不同的旅游派 但归根结底 这些忍者流派啊 都处自于伊赫和贾赫 而这两家本来也是一家 只是后来啊 经常受过于不同的金主 所以经常敌对 在江湖幕府的第四代将军 德川加纲时代 贾赫的腾林宝武 总结了各种忍术之精华 写出了一本忍者百个玄书 万川吉海 可谓是即忍道忍术忍拒于一体的 忍者修行指南 这里边呢 就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忍术 其中就包括顿术 就是火源里边的这个顿那个顿 但是所谓的顿术呢 其实是逃跑术 顿呢 有逃跑之意嘛 对吧 顿走顿走嘛 就是隐秘的逃走 在中国的传说中啊 道家仙人可以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逃跑 因此啊 称为五行顿术 后来这个东西啊 传到日本啊 就被归纳到忍术之中 这就是火源忍者中各种顿的原型 其实是逃跑之术 比如现实中 忍术中的木顿 是通过树木和杂草 隐蔽自己 从而进行逃跑和潜入 水顿可以利用管子 做水下呼吸 达到隐蔽和逃跑的作用 土顿啊 就是挖地道逃跑 火顿 那就是放烟雾弹 然后逃跑 而金顿呢 就是用镜面金属啊 反射光芒 闪下敌人的眼睛 然后逃跑 那么这些逃跑用的顿术啊 是忍术中很重要的一门学问 因为忍者同事的工作呢 大多九死一生 经常在敌后 成功率不高 死亡率很高 所以呢 如何逃跑保留性命 是忍术的一项重要修行 除了顿术之外呢 忍者还要修行八门之法 这是作为忍者的基本技能和训练存在的 火眼忍者中凯的绝技啊 八门顿甲啊 体术的巅峰 估计是从这来的 不论哪个流盘的忍者呢 八门之法都是必修课 比如剑术枪术 骑拿格斗等等 再剩下的呢 就是大量的针对不同任务和环境 而置听的忍术 你掌握的忍术越多啊 越能在不同任务中 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提高自己的任务成功率 那么忍者要完成任务 除了掌握忍术之外啊 还有学会使用很多忍拒 首先要说的一点呢 就是忍者啊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啊 成天的穿着漆黑的衣服啊 从头到尾裹得严严实实的 就露出俩眼睛来 忍者呢 不是只在夜间活动的 很多时候啊 忍者需要在大白天进行任务 你比如说去调查 地方城市的民情和概况 对吧 你大晚上去一个人没有 你调查的什么民情 对吧 去夜总会调查民情啊 再比如说呢 去别人家城市散布留言 那这个时候更是 你得在光天花日之下啊 你化妆成普通老百姓 对不对 然后大面积的释放假消息 只有在需要夜间执行任务的时候啊 他们才会穿夜行衣 而且大多数呢 不会穿漆黑的服装 更多的呢 是穿深蓝色和深紫色的 因为在古代啊 你想 没有什么公共照明设施啊 外边呢 称死点个火把点个灯笼啊 你真要赶着月黑风高 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出去啊 敌人看不见你 你也看不见他 啥都看不见你执行个毛任务啊 那必定是要趁着月光和星光 有一定的可视度才行 火把灯笼那点光啊 都不叫光 是吧 古代呢 又没有大气污染 基本上晚上都是月明星晰的 嗯 你不用说古代啊 就我小时候啊 晚上的这个星空啊 就非常的亮堂 那月亮一出来呢 啊 那种淡淡的月光啊 就把外边照的非常的清晰 你在外边玩啊 跑啊什么的 对吧 跟小朋友一起 大人都不会管的 都看的很清楚嘛 对吧 不要紧 那如果真的穿一身漆黑的衣服啊 那就反而更显眼了 对不对 因为有月光的嘛 所以说忍者呢 要穿深蓝色和深紫色的衣服 甚至呢 有时候要穿灰色和茶色的衣服 你这样才能跟晚上的色调相符合 那忍者常用的忍具呢 比如说有忍刀啊 是一种短刀 而且大多啊 都是盾的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用来爬墙 哎 把刀呢 插进墙缝里边 刀坝上 接上一根绳子 踩着刀上去 然后再把刀呢 给顿回来 刀窍啊 是两头通气的啊 可以用来做水下呼吸啊 水蜘蛛呢 是一种可以折叠的水上用具 据说忍者啊 可以穿上它在水上行走 撒灵啊 是一种淘宝时候用的忍具 呃 就是被敌人发现的话 就立刻撒在自己和敌人之间 哎 就防止敌人追上自己吧 就扎敌人的脚啊 吹尸啊 就是吹剑 一吹就发射毒针 文巾啊 就相当于窃灵剂 跟咱们小时候做的那个两个纸杯啊 就穿上棉绳啊 那个简易电话一样的 只不过呢 据说文巾两头的话筒啊 是金子做的啊 据说效果比较好 最有名的诊具呢 可能就是苦无和手里剑 呃 其实这两样东西呢 也被夸张化了 首先啊 忍者不会大量携带这两样东西的啊 因为他们执行任务啊 尤其是夜间啊 比较安静啊 这些东西带多了呀 一是没出放啊 他也沉的 对不对 二是呢 一走起来这就叮当乱响啊 跟说快书似的 谁能不发现你啊 对吧 那么手里剑和苦呢 更多的是一种妨碍敌人的道具 呃 就是敌人发现自己了 哎 就赶紧扔过去扎敌人啊 自己呢 就赶紧逃跑 那作用其实跟扔石头差不多 你还不如捡块砖头扔过去 对吧 或者说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啊 扔对方 哎 也是妨碍敌人 我看过一个访谈啊 据说是日本最后的一个忍者啊 他就说呢 扔这个杀人啊 不现实啊 太贵了扔不起啊 在古代啊 铁器是稀缺资源 尤其是像战国这种战乱时代啊 铁器就是战略物资啊 对吧 你成天的扔大铁片子杀人 是谁也扔不起 这个弓箭呢 他不一样啊 你的箭头呢 就那一点 再说啊 弓箭的射程远又精准 啊 杀伤力很强嘛 一箭把敌人放倒了 你还可以再拿回来 你这玩意儿扔过去啊 对面顶多偷上起个包 搞不好呢 捡起来给你扔回来了 呃 尤其是苦啊 这个东西呢 更多的时候是做小铲子啊 用来挖洞用的啊 然后逃跑爱活怎么样 也可以作为呢 攀灯的工具啊 就说是两个手拿着他呀 插进墙缝和石头缝里 然后往上爬 大家在看红人忍者的时候啊 肯定经常看到这种画面 结印在现实中的人者呢 是会这么做的 但是呢 他们可不是为了发动忍术 而是一种特殊的祈祷方式 依照九字真言 临兵斗者接阵列在前 分别用手 截出九个手印 以此呢 来驱除一切邪碎 估计是经常执行非常凶险的任务啊 所以用来求个心理安慰 九字真言呢 出自中国东晋葛红 报仆子 内篇卷十七 灯射 其中说道啊 入山一支六甲密柱 柱曰 临兵斗者 接阵列前行 反九字 常当密柱之 无所不必 意思就是说呀 你进一些明山大川的时候 常念这九字真言 可以辟邪 后来呢 传入日本的时候呢 被误传成了临兵斗者 接阵列在前 忍者们呢 就在执行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任务啊 或者说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 常常念动九字真言 并结手印 用来祈求平安 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忍者不少 其中最著名的 要属德川家康的手下 伊克祖头领 福布伴葬正成 福布伴葬啊 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伴葬是福布家历代家都世袭的名号 第一代福布伴葬 是伊赫豪族 福布宝长 福布家作为忍术发源地伊赫的上任三家之一 地位在忍者圈啊 相当有名 其他两家呢 分别是百地家和腾林家 忍者百度全书万川及海的作者 腾林宝武就是腾林家的后人 据说福布家的祖先啊 是规划人 也就是从中国和朝鲜来到日本的渡来人 他们在日本呢 定区繁衍 逐渐融入当地 成为移民 据说福布家的祖先呢 原来姓秦啊 这一听就是个中国姓吧 他们家呢 因为擅长做吴福啊 而取日本姓福布 吴福啊 就是日本的和福啊 都是从中国传来的 吴帝呢 大概就是今天中国的江浙一带 春秋时候有吴国嘛 从这传过来啊 就叫吴福 福布家在一代半葬保长的时候 就开始侍奉松平家 也就是后来的德川家 后来啊 宝长将半葬的名号和首领的位子传给长子郑成 福布家继续为德川家效力 郑成也立下不少功劳 得到了嘉康的赞赏 又82年本能思之变爆发 信长又战死 本来嘉康在之前刚跟信长续完旧啊 现在人呢 在当时著名的商业都市借势 游山玩水啊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慌子一批 因为信长死后啊 他也算是一号人物 明治光秀啊 在到处捉拿他 可是呢 他身在他乡 对吧 出门呢 又没带几个护卫 原本是想着见了大哥 能有什么事吗 那嘉康一度绝望 就认为自己啊 必命丧于此 此时呢 福布正成 主动请英 为嘉康规划逃跑路线 利用自己作为忍者的人脉和关系啊 亲自护送嘉康 一路艰难险阻的回到了三河 回国后呢 嘉康感念郑成的功劳 赐予郑成远江国八千旦的领地 并组建起了二百人的伊赫众仁者部队 交由郑成率领 此后 郑成不断发挥自己的作用 被人们称为鬼伴藏 并且位列德传家十六神将之一 1596年 福布半藏郑成去世 半藏的名号传给了长子福布正旧 可是正旧啊 很快就因为胡作非为 被解除了兵权 而福布家半藏的名号 一直传到了第十二代 福布半藏郑义 但是提起福布半藏 在不特别致命的情况下 大多是指二代伴藏 福布正成 此后 随着江户目捕的稳定统治 战乱逐渐减少 仁者呢 也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直到今天呢 据说日本的最后一名正统仁者啊 已经宣布不受任何毒地了 那么很可能在他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仁者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啊 就讲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